還記得尚未颱風登陸的樣子嗎 第五號颱風杜蘇瑞最快這週一開始 陸續發布海陸警 不少已經安排好出國行程的民眾 颱風來了 我的航班會被取消嗎 在民航局的規定下 飛機能不能飛 要由航空公司跟機長 經過判斷後做決定 通常在規定之下 航空公司內部會進行討論 有W36及W24警報 分別代表颱風將在36小時 跟24小時內來襲 時而颱風接近 防台會議會召開得更頻繁 可能會讓國外班機延遲抵台 翻台途中就安排轉降 如果在機場的話 也會安排飛出去躲颱風 以長榮航空來說 班機移動取消規範 會先由防台前置作業小組 進行調度預排 分析颱風狀況之後 風速若達40節 就會討論要不要飛 取消原則以短程密集航線 受到宵禁 颱風影響的航線優先 還得考量作業量能等等 最後才會發布航班移動訊息 最主要是風向 機師說起飛的相對影響比較小 落地會伴隨風切等狀況 取消班機當然安全風險最低 但航班一停飛 連帶後續旅客載送問題就變多 更多的話旅行社協助處理 沒有問題 如果是自由行旅客 機師也提醒 如果真有颱風來襲 出發前一兩天都有可能接到提前或延後的通知 而航班取消最麻煩的就是旅遊當地的住宿問題 不管大小旅宿其實就看業者如何因應 不過SOP大致相同可能會全額取消或改期入住 杜蘇瑞颱風來勢洶洶 達人提醒出發前加保旅品險即不變險 遇到突發有了理賠金額更能 靈活運用 TVBS新聞和嘉玲一台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